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19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姜粉泥正确按推方法示范 还有姜粉泥按推的案例 张医师请您开始 好 我们今天要放的影片是 姜粉泥按推的正确方式 好 张医师今天要为我们示范 姜粉泥按推的正确方法 姜粉泥的这个浓度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那个示范就请Alex来 好 部位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在图之前 你看他体力还不错对不对 所以像他这种局部 如果以单纯这样列为轻重症就好了 那这样轻重症是以按推为主 但是因为他面积也很大 热源也是要很重视 那怎么样让热源渗透进去 让他能吸收 我认为是一个考验 他也自己涂了一段时间 你平常是怎么涂的 我认为是自己涂了 所以有时候在那个手肘那个地方 没那么方便 我是用手指这样 这样推就要涂了 只能这样涂了 记得喔 你看他的动作 这样 这样 这边也是这个样子了 压要推 对了 好 他一出手我大概就知道 你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样很用力这样 对 这个在表层啦 我教他的事怎么样 你涂将泥泥 我这样力量就下去了 就好像我们按推 我这样的力道应该大他很多 然后我这样 然后将粉泥又滑嘛 然后我这样 然后一点一点的涂 这样的那感觉呢 会比较深沉一点 就是那个压的 往下压的那个 那个力度 会比用手指大很多 所以会失败的 大部分都在表层涂 你没有把力量稍微用进去 大力错 就是这样 大力 然后不是在表层这样 这样来回 不是求快 这样进去 这样 这样 好 那这样姜粉泥 这样涂 就会进去 一般喔 涂姜粉泥 我的建议喔 不要少 一定要多 这样一大片不用省 好 然后 就开始 整个涂进去 好 开始 涂的过程中它会很滑 力量还是要顶进去 而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顶进去 然后再搓楼 然后再搓楼 这里应该有一个 好 还是要有一个支撑点啦 你才认得按 身体 身体它用整机床 我们就可以顶进去 那我自己操作的时候会走 你比较难操作 但是你就是 都来回 也许我用个半个小时 也许你可能就要用个 50分钟 因为你自己不好涂 那自己有时间就大 这样 我现在是用这里啊 这里面积大 你拇指不够力 但是你自己 应该也是可以啦 方法没有一定 但是就是要在涂的时候 一定要加力大 这样涂的过程中 你舒服吗 舒服 然后开始有点 灼热的感觉 开始有了喔 有没有 你如果不用力 是不会灼热的喔 它这样慢慢就会感觉有热 它会越涂 你看越来越干有没有 慢慢涂 力量越进去 那姜粉一定要涂到干 所以你看这样一次下来 时间花不少 时间如果不够 那个热喔 不会一直渗透进去喔 你有时候时间不够的时候 也不会这样 最后的收尾 你还是要把它搓一搓 把那个姜蟹 来 瓶蟹 你可以在 用一点点姜粉泥再涂一下 把那个蟹蟹 这样涂下来 会比较快 有一点点是我们按完 按推完 舒缓 那种感觉 那你看喔 皮肤是不是都变干了 这个叫第一变 第一变 第一变 啊三变下来 它很肯定是渗透进去 所以它这样的修护 就会变快 那它一定要渗透到里面 那在这样修护才可以 那不然你如果热质是在表皮 那效果很差 是的 差别在这里 那三医师如果说它那个位置喔 不太容易这么用力的 比如说 像Caro你来一下 那Caro这里有一小块 是 它是在这个位置 来 转给她一次看 好 它是在这里 那怎么用力呢 好 就是牛皮犬嘛 这开始 原来很大 原来是这面 你看这个地方也好了 这发黑有缘 但也好了 对 好 好 哦 你看哦 那个大量一点 哦 那涂整个 这样 热 已经很热 已经有热 已经有热 好 那干了喔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把它搓下来 这样 这样搓很舒服的 不要用太大力 等于舒缓 那这样算一遍 但是你那里有一个痛点 我是建议到那里的时候 稍微用力 嗯 其他你没有痛 就把 就直接处理牛皮犬 好 我们接着 要来看的案例 都是发生在脸部 第一个是 十年的黑斑 怎么处理好 第二个是 那个黑色的肉流 也是用原始点的方法来处理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两个案例 十年黑斑不见了 这个黑斑已经有十多年了 但是我就一直 没有理会它 有一次好彩就是 好彩就学会了原始点 那我就 于是我就 看到有姜粉泥 我就自己 塗姜粉泥 但是我塗完之后呢 我就轻轻地 捉捉它 就 当是 慢慢好 但是 经过一个月之后 完全无效 所以我觉得 有少少放弃 就是放弃的感觉 直到 2019年9月的时候呢 老师 在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说他的鼻息肉 就有 就以他的大力地图 就是大力地捉捉它 于是他就没有了 于是我就不放弃了 我就继续 用老师教导的 我就大力 将黑斑的大力地捉捉它 捉到它直到发烈 发烈地说 于是 两个星期之内呢 我的黑斑完全没有了 直到现在 现在 都没有任何 就继续 保护了 谢谢老师 他说他眼上的黑斑有十多年了 大概有2.5次进大 他一直也没有想处理它 学了原始点以后 他就试着用姜粉泥涂在患处 那么他是从2019年9月 开始涂姜粉泥 他说姜粉泥涂在患处 涂在患处以后 用手大力搓揉患处 需要加一点力 直到患处有灼热感才停止 来回三次 每天涂一次 连续两星期 脸上黑点退了九成多 有一个一元大面积只剩下一小点 效果很理想 下一个 他的这个反思跟心得非常好 因为他之前他没有很用力的涂 他没有很用力的搓 所以他曾经做了以后他失败了 他就觉得那没什么效果 可是他又再去看张艺师的鼻头 他就再看一下他又很有信心了 他说原来除了土以外 要给热源还要大力搓揉 所以刚刚前面那一段 他写的是他有大力搓揉 他才慢慢好起来的 所以他重新用大力搓揉 结果就有效果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以为就这样搓就好了 其实都没有办法把热源送进去 那用力搓加粉泥淡化斑 还会让你脸上的肉流都会没有的 他这句话很好 一切成败因人而异 只要不放弃能坚持用对方法一定有效果 而且他的意思他建议说 他以前是来回三次 其实你可以多几次 多几次那效果就更快了 好 陈经理的肉流 哇 来 下一张 来 看看陈经理这一个肉流大不大 这一张我那时候还是2020年5月的 你看他这里有很多黑斑看到没有 现在这一张黑斑有没有不见了 这个黑的还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了吗 这个大肉流不见了 下一张 好 这是我拍他的厚度 他的厚度有多厚 这个什么时候有的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变这么大的我也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我洗脸的时候一摸 诶 什么时候 这边多一块 越照镜子吗 不知道 而且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那时候我就在台北 那请问老师 老师 这个就如我这个一样 好 那我知道方法了 我一开始用姜葳梨 今天会有姜葳梨 用姜葳梨每天搓它 揉它 挤它 揉它 揉令它 折磨它 折磨到后来出血 我也不怕 反正就没事就挤 没事就挤 除了姜葳梨 又什么 戳得挤 各位 什么时候消失了 我也不知道 就没有了 你看 连硬子都没有 如果说这样 会有个疤 对不对 但没有了 还是有一天 小生子说 爷爷 你这个东西没有了 爷爷真的没有了 我就是 先用姜葳梨 这样子 用你搓 用 你 用你壓 我用我洪荒刺 Lim 然后这边发热 痛 我掌握住 不要把它双破 然后我就在捏捏捏捏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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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啞 啞 反正就折磨它 揉定她 我就记得老师那句话 要揉定她 要折磨她 我就说 你会有什么感觉 曾经理我是真实看到 就是你意到这种 你就是大力去按它 它周围一定有提伤 那我只要有长出来的 一定会找到特别痛的点 那痛的点你们还是要用力 你们如果这样戳 涂 我告诉你涂十年也不会好 曾经也有努力过 涂一些什么什么都没用的 少掉一个力量 就是要大力按进去 一定要有力量进去 然后戳到皮肤甚至有热 那曾经理他刚刚也讲了 他戳它 捏它 揉它 摧散它 只让它受不了消失为止 事实上这一块死肉更加严重 硬邦邦的 差不多半个月左右 竟然揉到最后 也是有痛点 一个要点就是要大力进去 那大力压到痛点的时候 周围开始肿胀 然后越来越肿胀 然后会痛 然后痛再一段时间 它就破了 所以我才终于发现所有的过程 都一样 都会肿胀疼痛 所以这也让我知道 乳癌患者一定还是要有这种力量进去 那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这样 摧残过 揉拎过 所以经过按推完 他回去会肿胀 如果你没有解说 他以为你把它揉坏了 他不会来找你 那从此他的本来可以好的 就从此断了 好 老师 刚刚有志工在问说 像老师在弄鼻头的时候 还有陈经理在弄这个 在摧残他 之后 你们有用灯罩啊 或者吹热吗 好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这个鼻头是重病还是轻重症 轻重症 这应该是以按推为主还是热源 那个按推就够了啦 其实重点在大力搓揉啦 热源涂姜粉泥是有帮助 但帮助没有那么大 是按推的成分大 我个人对这个硬结肿块 那个局部小的 我的体悟是这样 所以老师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像轻凤症 就是以按推为主 所以其实按推又用了姜粉泥 这样的力度就足够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遇到他是重病患者 像有些乳癌都爆开的 或者他这个大面积 就不能够太过用力 万一流血流过量 就有生命的危险了 那这个就要很小心 那那种就用热源给的比较重要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是以热源为主 以热源为主 那按推为主 这样大家就没有疑惑了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